大家我刚刚吃完饭之后 然后我到昆明最后一天去游玩 去的地方听师傅说是到什么京池 京池那个地方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昆明是一个好地方 可惜今天晚上就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 四季游村 总算圆了我几十年的梦 来到昆明 美丽渔化的城市 中午的比较热 早晚的比较凉 所以昨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好觉 就是在昆明这边 要是在我们广州那边 晚上特别热的 你不开空调根本是睡过早觉 但是在昆明来说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舒服了 所以本来想来这里多逗留几天 有机会在这里住上一两个月 真正的了解一下昆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四季游村也不是开玩笑的 确实是这样 蓝天白云 云南也是一个好地方 这几天呢 我都说了 读书万卷不如走万里路 看到很多那个什么少数民族各地的风情就不一样 阿表妹阿 什么阿司马 什么阿金妹 阿本哥 什么什么的 哎 就是真的小黑哥 所以长了见识 原来云南这个风土人情是这么的丰富 你要在这里不住上半年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皮毛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有时想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首都不放在昆明这个地方 是吧 有很多领导人嘛 中南海很多领导人嘛 在那个北京那边灰神沙 那么多的什么风风沙沙之类的东西 把那个北京变成昆明不是很好吗 这个地方是吧 起码四季游村嘛 但是也是说了 以前清朝的时候呢 那些历代历代的 啊 皇帝呢 都是在西安 在北京那边 啊 都是做皇帝的 昏迷这个地方好像 历史上还 还没有人在这里当过皇上 可能是以前就是楚国的地界了 这个以前 估计这是楚国的地界吧 大理国 大理国对 大理国很有名 我看那个什么香港的什么什么连续剧 武打篇 那个大理国啊 对对大理国 这个大理啊 我最记得就是大理嘛 大理那个 不要以前读书的那个什么大理啊 这个还有很多那个什么 啊 香港呢 那些什么武打篇呢 以前呢 都是讲到大理嘛 啊 百门不如意见呢 啊 这地方 好 我把镜头拍一拍前面看看 啊 这里呢就是昏迷了 昏迷了 这个 这个市 市区 啊 你看蓝天白云吧 在我们那边是根本看不到这个这么好的天气的 啊 啊 广州哪里有这个天的 这几年都有蓝天白云的 你没认证看 啊 对 但是人家这里是长年累月啊 哎 有人不服气啊 说广州现在啊 还是行 但是人家这里是历史上已经公认了 是一年世纪都是去春春天嘛 这个无法否定的一个现实啊 啊 你看这个街道上啊 啊 没有那么多人 我就最喜欢这种 就是人不要太多 人太多了就很很不舒服的 特别上海那个地方 啊 船哥就是一个人太多的地方 所以你姐呢搞得你的神经脏脏的 这边的人呢生活的比较慢 节奏比较慢 会享受生活 这些人会享受生活 但晚上啊他们都喝喝什么啤酒啊 很悠闲的 所以 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 悠闲一点好嘛 是吧 不用那么的紧张嘛 生活紧张 太不舒服了 所以呢 沿海地区的那些城市呢 就是为了 就是不会享受嘛 就是 只会挣钱嘛 挣钱 把那人都搞成是一个木头人一样啊 会挣钱的机器嘛 人家这个云南这个地方 很会享受生活的 钱 他们 不是说十分的 不是说不喜欢钱 而是觉得 钱嘛 也要这样享受生活 也要享受嘛 所以我 这次在云南这边呢 我就 就是这句话 出自 导游的口呢 所以这句话呢 非常简单的有道理 那些公交车也是这样的公交车 啊 这个是我们中国制造的 现在很多车的就是 不用汽油的 电的 全部电的 非常的干净 啊 这个市区是很干净的地方 当然了 昆明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好玩的地方呢 但是世界有限 啊 我只能够 啊 就是在这里赚赚 啊 一些皮毛而已 啊 昆明还有 阿里什么 还有啊 有一个什么 叫做 我昨天去了那个什么 龙 啊 龙雪 龙雪 玉龙雪山 还有阿里巴巴是吧 阿里香巴 香 香格里拉 对 香格里拉 这个香格里拉也是在云南是吧 啊 对 还有个香格里拉 啊 这个地方呢 这是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来到这里呢 不到 香格里拉呢 也是白 白来了一趟 但没办法了 后会有期嘛 啊 这个地方呢 还会继续回来的 啊 香格里拉嘛 这个地方 啊 当然了 我们 想去去北京嘛 好像 现在我都不是好汉了 因为 不到好汉 不到长城飞好汉嘛 所以这一点呢 啊 我也会找个时间去那里做个好汉了 这个云南的这些城市啊 啊 那云南有什么特产呢 他的茶叶啊 这云 昆明的茶叶是 是最好的 啊 最好之一吧 也不是说 是什么 啊 每个地方的茶叶都有不同 他这里呢 就是 就是什么 芙耳茶是吧 普耳茶 普耳茶 对 普耳茶 我就是习惯普耳茶的嘛 哎 这个 普耳茶 那个 那个茶确实是 大理石 对 还有一些什么大理石 哎 真是有名的 对 我认识大理呢 都是因为大理石这个名堂啊 传着 传格的有名的 世界上也是有名的 一个地方啊 这里呢 还有呢 什么域 啊 这出产的那是什么 缅甸域啊 什么这个域 但是呢 缅甸是最多域的地方 当然呢 我们现在 我们云南 靠近缅甸那边呢 他们也是 呃 有域 但是他不是说 太多 啊 所以听说 现在 哎 跟他们的 什么缅甸 他们都搞了一个什么 互利共赢的 所以 现在那个预期也是不错 预期 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叫做什么 什么 那个叫什么 还有什么 黄龙玉 黄龙玉 昨天见到那个叫什么 黄龙玉 那不是玉啦 那个叫什么 就是 就叫黄龙玉 哦 黄龙玉 对 黄龙玉 说到那个黄龙玉呢 就是真正的云南 那个大理那边出产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 我们云南这个地方 他们出来的 我也听到说呢 这个云南为什么不发展工业 不是说 他们没有想过 没有考虑过这个工业上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云南这边的水是高位的 他们会向下游污染的下面的几个省份 所以呢 他们决定了把这个云南呢 当成是一个旅游大省 那就放弃了工业 所以呢 在云南来说呢 这里呢 就是山清水秀 空气 特别的甜 特别的美 啊 所以是这样 但是疫情三年来说呢 也搞得人家呢 就是很多那个旅行社呢 也是关门庇护的了 一片吃不上饭 这种境界 所以呢 现在刚好呢 是 刚好今年四个月来呢 旅游也一下子上来了 哎 所以我们也是来云南这边呢 也不是臭热闹 但是我们也是来看看 这个云南的 这个美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值得来的了 是吧 所以眼见为师 听人说的没用了 啊 啊 好了 一会儿我到了那个地方 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会儿那个景区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大家 啊 要是 啊 有这个兴趣的 可以跟着我的镜头去 去看一看 啊 最后一天的云南 说到的那个黄荣域呢 就是真正的云南 那个大理那边出产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 我们云南那个 这个地方 啊 他们出来的 我也听导游说呢 这个云南为什么不发展工业 不是说 他们没有想过 没有考虑过这个工业上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云南这边呢 的水啊 是高位的 他们会向下游污染呢 下面呢 几个省份 所以呢 他们决定了把这个云南呢 当成是一个旅游大省 那就放弃了工业 所以呢 在云南来说呢 这里呢就是 三清水秀 空气 特别的甜 特别的美 所以是这样 但是疫情三年来说呢 也搞得人家呢 就是很多那个旅行社呢 也是关门庇护的了 一片吃不上饭 这种境界 所以呢 现在刚好呢 是刚好今年四个月来呢 旅游也一下子上来了 所以我们也是来云南这边呢 也不是臭热闹 但是我们也是来看看 这个云南的 这个美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值得来的了 所以眼见为时 听人说的没用了 好了 一会儿我到了那个地方 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会儿那个景区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要是 有这个兴趣的 可以跟着我的镜头去 去看一看 最后一天的云南之游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 这里红旗飘飘的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司机 要有事有点事 然后我们进去这个地方 看一看 好了 矜持看看怎么样了 我看看 这个 好了 今天是昏迷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去看一看 哇 这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湖 我们也 杨县也不知道 原来他这里讲的是一个湖 现在我到了这个金池里面进去了 现在很大的风 这个也是一个内湖 你看这个是内湖来的 但是这个水没有那么清 比较脏 毕竟是城市嘛 它昏迷的这些 就市区咯 所以你说很多生活的水 可能就在这边 所以他们的水质就没那么好 像我们的广州的珠江河 虽然这个地方看上去没有多大的特点 但是能够来也是不错的地方 因为毕竟是在昏迷寺嘛 我们也不是经常来这个地方 所以能够看一看 然后分享给大家 自己也做个纪念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前面很远的 其实这里很大的 有很大的风 不知道我现在跟大家讲了 看到听到那个风声 风声响起来吧 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慢慢走慢慢看 反正现在是下午的1点40分 1点40分钟了 一会儿约他们是2点 2点30分 然后就带我们到一些博物馆去看一看 看昏迷的一些成就 历史圆圆的之类的 我看到一些 好山好水 好寂寞 那是讲的是加拿大 我们的喜酒喜说 这个金山银山不如三清水秀 这个地方确实是山清水秀 特别好的地方 那个真的是 哎呀那个风很舒服啊 好像是海一样了 那个海啊 好像站在这个边上 好像是海一样的东西 我没有人行 没有人行 结局 这是加拿大 我们去你的 宝贝 你们